你們準備什麼證據嗎 就是我想要被害人 想要道歉的 深陷迷途風波的藝人NONO 8號下午現身士林地方法院 同款白襯衫加藍色口罩 一下車就被媒體包圍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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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鏡頭就低頭 或許是太緊張 NONO一度走錯法院大門 引發一陣混亂 不過走錯也正常 因為就是NONO起訴後 首度到地院開庭 那當初我們只想要 一個簡單的道歉而已 就沒想到NONO曾宣慾 他沒有想要承認這件事 他真的太可惡了 我們能不能送他去關 我們能不能不要讓他再出現呢 回顧整起案件 當初直播主小洪老師 到北檢案林揭發NONO罪行 檢方立刻啟動偵辦 發現NONO在2008到2013年間 利用工作邀約 順路接送等理由 趁機對被害人下手 除了三件強制猥褻不起訴外 其餘其見強制性交 及性交未遂 則通通起訴 檢方甚至痛批NONO是 比卡一哥 品性低劣 且犯後態度回避 沒悔意 建勤法院 從眾量刑 有提示什麼 有一份劇嗎 有提示什麼 有一份劇嗎 今天本身被害人上天 起案產生沒和解 NONO首度開庭 就耗時一個多小時 天氣也從晴天變暴雨 似乎也和NONO受創的演藝生涯 不磨而合 三件事完顧遠松有頭推不動